我们进入今天的议题一 还是关于这个郭台铭的独立参选 很特别的 大家没发现 对于任何重大的事情 西方媒体跟大陆媒体 永远是背向而驰了 不会有同样的看法 但在这件事情上面 罕见的看法一致 是不是 答案都是怎样 都是谢谢 赖清德谢谢你 赖清德感谢你 赖清德可以聚咖 大家去洗洗睡的概念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日本的学者 小丽媛欣幸说 中共似乎不欢迎郭台铭的参选 没有欢不欢迎 因为结论都一样 因为绿营人士就说 连署挺郭台铭 票头赖清德 对不对 绿营在帮郭台铭来连署 那你看到英国的BBC 反对派如果想打败执政党 必须要团结 虽然郭台铭带着大量财富跟名气 但是他看起来更可能 分裂反对派的票源 反对派就在野 在野的这个票源 所以郭台铭也就是说呢 郭台铭的这个参选 会让这个在野 票分散之后 当然就是肥了赖清德 那彭博也是这样讲嘛 郭台铭参选 颠覆一场将对西太平洋安全 广泛影响的选举 讽刺的是呢 他的参选可能让民进党 有机会获胜 对不对 还有大陆的这个环球时报 头版转内也就报道 郭台铭参选就是轻痛愁快 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力 那从实质效果来看呢 让飞绿阵营的整合 变得更加困难 好来我们把这个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当然就是大陆的官网嘛 我们把它的报纸 解给大家看 这是纸媒 看起来是比较模糊一点 有没有这么大一版 郭台铭参选搅动台湾政坛 欲食俱焚的大豪赌 就是这个概念 好来回到刚刚那边 好今天环球时报用了很大的篇幅 讲三只小猪 讲郭台铭参选的许许多多的效应 还有很多的自媒体 用词就更重了 像刚刚那个脚屎棍等等之类的 我先让亮哥来看一下 你怎么看待外媒的预言 还有特别是大陆官媒的发声 因为这个给人家感觉 就是国台铭民调 在四个人民调他都是最低 那坦白讲没有 没有人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说 非你不可 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 他出来选就是 他如果不退 那大概有10到10 目前大概13左右吧 就是这些选民 那侯跟科就会拿不到 他如果出来的话 那目前侯跟科加起来 在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后 侯跟科加起来都输赖清德 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说 恭喜赖清德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就是你看不到你参选的正当性 比如说你的主张 难道侯跟科都不能做吗 比如说两岸和平 他自己有讲 两岸和平 国际关系 科技升级 经济繁荣 这四个政见谁不能做呢 尤其是两岸和平 你如果出来选造成赖清德当选 那不是更不和平 就是参选一定要有正当性 尤其是 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自己寻求联署 那大家还没话讲 你是先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然后你输了 然后又在脸书上写 要支持何友谊 对不对 然后现在突然之间又统统都不算 那不算之后现在又说 我要召集大家来喝咖啡 喝奶茶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你以前说话都不算 那这次喝咖啡就会算吗 就跟你喝完咖啡 你讲的说会算数吗 而且说话不算话 不止这一次 这个就是诚信问题 我们广义的叫诚信问题 那第二个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民调最差的人 说他要当召集人 当最大公约数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 目前这个局面继续拖下去 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那个柯跟侯 都不想理他 因为跟你谈没有意义 就第一个你的民调最低 我家里也不一定会赢 那我跟你谈干嘛 那第二个 我跟你谈了你也不一定算数 那我干嘛跟你谈 所以我认为 事实上我 我今天才知道 昨天传出来说什么 那个郭跟侯已经约好了 原来都是郭振英自己在放话 侯友谊说他没有接到这个讯息 侯友谊有时候有见面 没有 郭是说他们要见面 公开的 现在是讲公开的 私下见面不算 我们现在讲公开的 公开的 就是 比如说那个民众党 今天也出来郑重说 柯跟侯还没有见面 对就是三个人公开的喝咖啡 喝奶茶 我认为 现在恐怕不会有三个人喝咖啡 我不认为柯跟侯 有这个诱因见过台语 对有这个必要喝这场咖啡 没有必要 没有嘛 找不到必要性 对 因为 而且他宣布参选这两天 事实上他全部做的动作都是扣分 有哪些扣分 太多了啦 比如说昨天现场就直接 跟南华早报的记者吵架 这个 坦白讲我如果是侯友宜或柯文哲 我不会想跟他见面 我认为没有得分的条件 因为他讲话第一个不一定算数 那第二个是到底谁称谁啊 比如说我讲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有一个计程车连移会的 有一个造势大会啦 那柯文哲本来是唯一的嘉宾 那柯文哲大概是约定在7点45分 好像7点40啦 那郭台铭不知道从哪边得到这个消息 然后就 人家就帮他安排嘛 安排在柯文哲的后面 那结果他就说他要提早去 那这个是干嘛 这个就是要弄出一张他跟柯同框的画面 变成新闻嘛 那你认为柯文哲会怎么想 如果我在选我的局 然后你来蹭我的场 不是吗 那你如果很强 你为什么要去蹭别人的场 你就走你的行程嘛 比如说人家帮你安排 是在柯文哲的后面 那你就8点再到嘛 不就是这样吗 因为每个人上去大概 也不会让你讲太久了 最多大概5到7分钟 上次在沙山上也是嘛 所以这种硬蹭是一种战术吗 对郭台铭会有效吗 硬蹭我们在选举上都是弱者的行为嘛 因为知道你你照不了自己的事嘛 所以就所以你就要硬去那个场 然后又要在上前那个场做做很久嘛 这个我们过去已经看到好几次了嘛 那就是说你因为你现在已经要变成要变成候选人了 你这个并不像侯友宜以前啊 侯友宜因为他有时候是他觉得对韩国瑜对不住嘛 对 所以他就要在那边等他来 对不对 这不一样 因为韩国瑜没有要选 他是希望能够让他们两个化解以前的不愉快或误解嘛 这个不一样你已经参选了 那你参选你趁我的场你是要干嘛 那我只好把你当作对手啦 不然怎么办呢 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说啦 就是我觉得再往下看啦 因为如果以目前的情况 我很难想象他民调会有冲高的机会啦 看不到 对好 很难想象民调会有冲高的机会啊 我要问一下这个介大使你怎么看 所以现在各方的结论啊 不只是来营内部民众党内部啊 包括大陆包括外媒 大家都做了一个同样的结论 就是赖清德谢谢郭台铭 对不对 都是就是这样啊 就说如果说郭台铭是参选到底的话 就没有第二种结局了嘛 选举到此刻为止几乎是已经结束了啊 那但是郭台铭比较特别 因为郭台铭就有几年很有钱 而且我们看到他就在富士康 在大陆有这个相当的这个产业在 他现在虽然退出这个经营 但是他还是最大的股东啊 讲话很有分量啊 那你就怎么看大陆官媒啊 带头来批他 说实话啊 大陆不太会去这个 这么明显的去介入台湾的选举 除非是像赖清德州台独 台独色彩很浓的 否则一般来讲呢 大陆通常不会指名道姓 但是你看到大陆在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后 立刻登上了热搜 各媒体都是热搜 大概都是前五名 然后接下来一篇一篇 几乎每一篇都是负面的 然后呢郭台铭昨天又告诉大家 身家财产被没收没关系 逼得鸿海立刻出来讲话 逼得这个鸿海股价立刻下跌 你怎么看待这个陆媒的这些言论 其实现在很多台湾的主流选民 是担心两岸关系越走越坏 最后变成兵雄占围 大家在这个土地上 变成怎么讲呢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旦嘛 所以现在大家要 要这个共同下架民进党 就是环球时报这个报道 一出来以后啊 看起来啊 事实上大陆的官媒 根本就不支持 根本就是反对郭台铭的嘛 那如果说你还对他有期望说 他可能会 他可能出来会改善两岸关系 看起来的话 如果他有一天 他在这个台湾的政坛上 找到一个位置的话 对两岸关系反而是负面的嘛 现在从这个环球时报 讲得很清楚了嘛 今天还不止环球时报 好多好多 对这么多大陆这个表态 就是很清楚了 就是他对两岸关系 为了两岸关系 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啊 那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也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环球时报还有一句话 他说非绿的整合 他说会因为这个 郭台铭的参选 变得更加困难 其实现在很多迹象 看起来这个非绿的整合 看起来是越来越有机会了嘛 那这个反而大陆这个评估是就说 意思就是说你这么一出来 就把这个局搞得更复杂 然后呢让这个赖清德 就变成真的躺着选了 而且呢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环球时报 基本上就是一个否决票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将来的当选人是对两岸关系是有正面的 那如果是一个 大陆才刚开始就把它否决掉的人选 我们不晓得他跟大陆之间做了什么事 不过好像他过去讲了很多话 大陆是很有意见的 很有意见的 那所以就是说 现在我觉得不只是环球 看这个蓬勃啊 BBC啊 都没有一些正面的一些评估 都是负面的 所有外媒包括陆媒 全部都是负面的 对都是负面的 我觉得这就变成很多问题啊 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了 就变成他过去一些问题 所以就包括不止蓝的不止绿的 全世界乃至于中国大陆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 除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郭台铭 对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